Covid-19疫苗预约登记平台 从7月13号到7月15号下午5点 开放给18岁以上的民众 进行第三轮议员登记 由于想预约的人数实在太多 系统还一度大当机 至于大家有多热烈 看昨天预约登记的人数就知道 截至昨天下午5点为止 第三轮共有485万2553人完成登记 其中有多达309万8106人勾选莫德纳疫苗 有169万1137人同时勾选牛津和莫德纳疫苗 仅有63,310人勾选牛津疫苗 但尴尬的是 目前国内的莫德纳疫苗仅剩26.8万剂可以施打 面对到有300多万人想打莫德纳 恐怕是神多周少 不过究竟这些人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莫德纳疫苗 苹果新闻网也帮大家试算一下 苹果整理个年龄层资料 18岁到64岁 共有1607万人符合登记资格 当中第二轮加第三轮登记数 总计有598万人想打疫苗 更有超过6成的民众只想打莫德纳 这也就意味着想顺利达到就得排更久 目前台湾到获得莫德纳疫苗有330.04万剂 其中先扣除已接种181万6640人次 再扣除各县市和中央专案剩余量109万4466剂 以及保留给医生人员孕妇机组员的第二剂共12.1万剂 这样算下来全台仅剩268294剂莫德纳疫苗 但现在第三轮第一天的登记数就已经累积478万人想打莫德纳 仅靠剩下的268294剂根本不够 除非8月初能到获百万剂 否则光是63岁和64岁的年龄层就各有31.7万人 估计在8月6号施打的第五轮 只能开放给这两个年龄层接种 因此想要打莫德纳的人恐怕还有得等咯 至于在牛津疫苗就比较乐观 国内目前已到获得牛津疫苗有372.11万剂 当中先扣除已接种200万5079人次 再扣除已配几个县市但还没打完的8810剂 以及1124326人第二轮登记打牛津的人 这样算下来会剩下50万3685剂牛津疫苗 不过好在日本昨天宣布将捐赠第三批97万剂牛津疫苗给台湾 预计在7月15号就会抵台 如此一来预估会有147万3685剂牛津疫苗 可以让第三轮登记打牛津疫苗的民众在7月23号开始施打 另外在第三轮议院登记中 仅有175万4447人愿意打牛津疫苗 如果以147万3685剂剩余量估算 且各年龄都上网登记打疫苗 那么根据各年龄层统计 就有机会在第三轮往下开放到40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